网上都说土豪的世界我们不懂,对于有钱人来说,日子说你,一顿半或者随便出行一次,就是成百上千万的。 我们国内的土豪们还是比较内敛的,比较中国人大多都奉行低调形式,而国外的一些土豪们就比较高调了。 大家都听过公车私用的,但是美国人就比较厉害了,直接把战斗机开出去,就是为了和情人约会。 一位美国的空军上校,曾经开着F-16飞了八百里,就是为了和他的小情人约会共度存销,后来被人发现了,迫于舆论的压力自己辞官了。 当然了,还是美国人会玩。 还有一位土豪,是著名的贾古文公司的创世人,在九十年代的时候,花了六百多万美元,在东欧国家买了一架米格29战斗机。 在那个时候也是非常有钱了,过海关差点把美国海关吓死,毕竟米格29在那时候可是非常厉害的一架战斗机。 后来把上面的火力装置撤除后,注册成功了,这位大佬就直接开着这架战斗机上下班了。 除了战斗机之外,不得不说一下另外一位军迷大佬。 此人是英国的一位富豪,军文他对坦克、装甲车这类军方设备特别感兴趣,是个试打石的军迷。 经过多年收藏,购买了一百二十多万军方退休的坦克,或者装甲车。 经过改装,开着坦克大摇大摆的上马路了,经常开着坦克去接他的两个儿子上下学。 不得不感慨,国外的政策真是奇葩,坦克在大马路上走,事业盲虚大,很容易与其他车辆发生寡政,而且容易造成拥堵。 当然,估计这个大家伙上街也没人敢去靠近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